这个视频,我给你讲讲抛物线的焦点弦 所谓焦点弦,就是抛物线中过焦点的这条弦嘛 AB经过焦点,AF和BF都叫焦半径 抛物线焦半径是有公式的 咱假设A点坐标是X1Y1 那这段距离就是X1 准线这段是2分之P 那A到准线的距离就是2分之P加X1 根据抛物线的定义,这两段相等 于是AF的长度也是2分之P加X1 这就是焦半径公式了 其实就是用抛物线定义 把焦半径变成点到准线的距离 长这样的抛物线,焦半径都是2分之P加横坐标 所以假设B点的坐标是X2Y2 那焦半径BF就是2分之P加X2 知道了这两半焦半径的长度 那加在一起就是焦点弦AB的长度了 是P加X1加X2 哎,X1加X2有点像终点坐标 也就是说,给你焦点弦AB的终点M 横坐标是X0,那X1加X2其实就是2X0 所以你只要知道焦点弦中点的横坐标 就能知道弦长 比如抛物线是外方等于4X 焦点弦AB的终点M,坐标是32 那用这个公式,显然P12,X0是3,焦长就是8 所以记住这俩式子 2分之P加横坐标是焦半径 P加2为终点横坐标是焦点弦 除了这俩式子,抛物线中任意的焦点弦 这两段焦半径和P之间有个这样的关系 就是AF分之1加BF分之1等于P分之2 数字都在分子上,可别记错了呀 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呢 咱假设这两条焦半径分别是N和M 根据抛物线定义 A到准线的距离是N B到准线就是M 显然F到准线是P 你这么做一条垂线 那这一小段就是P-M 而这一段就是N-M 你看,在这个三角形中 这条边比这条边 等于这条边比上这条边 也就是M比上M加N 等于P-M比上N-M 你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M分之1加N分之1 等于P分之2 也就是两条焦半径和P之间的关系 这个式子可是相当好用 比如这个题 AB是抛物线外方等于4X的焦点弦 AF长度13 让你求BF的长度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公式 AF13 P12 那就能得到BF是2分之3 这就搞定了 OK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给你讲了几个公式 焦半径公式是2分之P加横坐标 焦点弦公式是P加上2倍的终点横坐标 而且两条焦半径倒数的和等于P分之2 数字都在上面 字母都在下边 可得记准了 好了 维师姐就讲完了 托儿们速速刷题去吧 这就已经是对了呢 那是对了呢 大概是对了呢 对了呢 我们开始了